李总 余老师 问一下女生为什么哭啊 其实她每次说我胖的时候 我就挺难受的 因为我刚才瘦的时候也是真的她 所以她的这些行为 让你特别难过 对不对 对 好 那再问一下男生 女朋友都要和你分手了 现在假设一下 女朋友真的分手了 不要你了 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心情吗 你能接受吗 我接受不了 为什么接受不了啊 我还是挺爱她的 除了爱背后还有什么呀 我觉得我可以去试着去改一改 你觉得女朋友在你生命当中 只是女朋友吗 不是 想一想 其实更多的就像 更像我亲人啊 有时候某一个点 对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从我的角度 肯定要说你的原生家庭 从小你没有见过爸爸 所以你今天一上台就说 妈妈的不容易 你是妈妈的脱油瓶 你愧疚妈妈 所以你从小就立志 要学会保护妈妈 对不对 嗯 这是你要努力做的 也是 你一直想把这些做好的 对不对 嗯 一提到妈妈 你的情感又出来了 我相信你跟妈妈感情很深 但是我特别想提醒你的是 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你因为急于想保护妈妈 可能会矫枉过正 或者叫用力过猛 你其实在你的关系当中 你一直没有当儿子 其实你是在替补爸爸的那个身份 想去保护妈妈 嗯 然后你在跟你的女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的女朋友 真真切切的刚才提到了 这就像个爹对不对 对 是 你又没有当男朋友 所以你看 跟妈妈的关系 跟女朋友的关系 你都是在当爹的那个身份 那就会容易骄傲过正 当然 这个爹 也是仅仅你认为的爹 当爹真的是这样当的吗 我猜 你希望你有很大的力量 对不对 我要强大 不要让我身边人受伤 包括女朋友 你的本身一定是这么想的 虽然你已经伤害到他了 但是我想说 当爹 不仅仅要有力量 更多的还要有爱 当然 我们今天从 你男女朋友角度来讲 你还要回归到 男朋友的身份 多一点的温柔 使你自己放松下来 你这样的话你累不累 所以你很上进 但是你会走火入魔的上进 最后就变成了你的情绪失控 所以在我看来 刚才很多的细节 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打压人了 那就是精神虐待了涉嫌 我虽然用心理角度 帮你分析这个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不对的 我请女方要注意 未来在婆媳关系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以她目前的状态 她会毫不犹豫的 站在她妈妈那边 你永远排在第二位 你有这个思想准备没有 你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这一切都得需要你好好的思量 当然她也有对你好的那一面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她把你当亲情 就是也是投射父爱的那个部分 因为她现在抓住谁 她都想弥补她和父亲的感觉 所以她心眼里面是想对你好的 但是她的畸形也却伤到了你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 有爱有恨 所以如何做选择 这个真的需要你好好的去考量 谢谢大家